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中美关系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在媒体基本上是这么一种情况 美国哪个高官说了哪句话 然后突然间我们就一窝蜂的议论一下 然后呢中美之间发生什么事 我们一窝蜂的议论一下 基本上呢是在追逐着一些呢 不断发生的及时的 类似于肥皂泡的一堆东西 也包括追逐着一些泡沫 但中美关系深层结构有什么决定的 这就好比是在大海边上 只注意细节的人 只注意表象的人 看到的是海面上 海的浪花 眼睛深刻一些的 注意到水下 再深刻的 你注意到深海 海沟 再深刻的 注意到地球变迁 再深刻的 你注意到大洋环流 注意到整个地球的运动 乃至地球在宇宙当中的位置 因为地球 它不过是我们太阳系当中的 一个行星啊 有不要这么看问题吗 当然 这是理性啊 这是逻辑思维啊 你不这么思考问题的话 那只能每天追着 说戴琪又怎么说了 沃罗又怎么说了 舍曼又怎么说了 然后呢 我们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 秦刚又怎么说了 我每天就在这种新闻当中 所以我在每天追逐各种新闻的时候 我常常想 我们作为一个退休的 没有什么学识的老百姓 是不是我们应该这样考虑问题 就是说我们关注一些热闹的事是一回事 热点吗 热搜吗 但是同时我们应该沉下心来 思考一些稍稍深入一点的问题 比方说关于中美关系问题 我最近刚看了一个内部报告 内部报告也是可以公开发表的 至少其中的一部分内容我看公开发表了 报告起草人是中美关系课题组 中美关系课题组 这是个什么机构 它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一帮子人 搞了这么一个中美会计课题组 这个课题组搞什么研究啊 这个研究很有意思 这和我们各种各样的什么战略 什么政治军事 什么中美关系研究不一样 中国科学院下面就美国研究所 对吧 这跟研究不一样 它这个中美关系课题组 现在国际关系研究院 整个都是研究国际关系问题 但是当中有一部分人 他用了很长时间 这一两年的时间 和美国智库的一些同面人物 闭门会谈 之所以他们的报告研究的内容 值得我们重视 就是因为这里边没有过激的词 没有我们一般的舆论上下尿体 而且是变对面的谈 关门的 美国学者 中国学者 美国智库 中国智库 美国的相关的学者 比如说这个领域的学者 中国相关的这个领域的学者 我们大家关门来谈 见面谈 网上谈 一轮一轮的谈 就是说中美关系现在这种情况之下 到底到底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样 当然 中国方面讲了一些我们的观点 基于中国的国家利益发展利益 深远大计 中国讲中国的 美国讲美国的 那有的地方能达成一致啊 比如说要理性的建设性处理中美关系问题 你们搞砸了 要底线思维 这大家都同意 但是美国人毕竟站在美国人立场上 所以他们研究最后呢 就总结一下搞了个报告 这个报告就各写各的 类似于中美 第一个联合公报一样 美国人写美国人的 中国人写中国人的 中国人和美国人的说法呢 相互印证 这是一个很大的智慧 就是说大家讨论的问题 我们有共识就讲共识 没有共识 我们把共识和分歧都列出来 你写你的 我写我的 这是很好的共同方式 特朗普上任之后中美关系 相当是时间各个层级的 各个层面对话都没有了 都没有了 不谈了 我记得美国这个当时驻中国的临时代办 那个小红脸过去在 在现在的科技大学 就是过去的钢院 北京钢铁学院 当过外教 当时还年轻小伙子 后来当中国临时代办 小哥不高 还跟我合影了一仗 他当时谈了一个问题 他中文很好 就是有点阳前阳调 当中国学者谈 那天我参加他们座谈会 当中国学者谈说 我们无论如何应该保持沟通 保持联络的时候 你猜他怎么说 他说中国人是这样 不论什么事情 不论这么想怎么样 都是说我们坐下来谈 我们吃饭 我们坐下来谈 我们美国人的想法是 如果没有结果 我们为什么要谈 那也许是美国人的思维 就跟我们不一样 也许美国人就是这么霸道 也许是他临时代办 也受灭于美国 总统特朗普 那个时候 他就摆出一副 我不惜绝交 布林肯 不是布林肯 那时候 还是蓬佩奥的时候 那就破锅破摔 因此 那个时候我们各个方面 各个层次的对话都少了 但是难能可贵的是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 还认为有这么一个中美关系课题组 因此 我非常重视 我可反复看了两遍 中美关系课题组 关于中国和美国 在一系列所有的问题上 一揽子问题上 到底有些什么见识 都会谈出什么 这个对话出什么结果 我做过两期节目了 今天是算第三期 中方的报告 内部报告里面讲是 奥巴马政府的时期 那个时候 其实后期 奥巴马就已经摔脸子了 我用我们的词 人家学者不用这种话 摔脸子了 掉定了 要对中国发狠了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 他有求于中国 中国四万一砸下去 救美国华尔街 买美国国债 真金白银 中国是救美国 就是中国 是那个时候是中国的调子 奥巴马时期出于相互尊重 不是有个相互尊重那词吗 美国人最大的问题 就不懂得尊重中国 不懂得尊重对手 他不是不尊重中国 美国就根本不懂得尊重人 中国人说 你应该尊重我 没有这一套 然后中国五千年文明 应该尊重 没有 那后来呢 奥巴马时期那时候 当时他们中美交往的时候 提了一个相互尊重 相互尊重 这总是好吗 是吧 互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 不干涉内政不听好的吗 不 出于对相互尊重 一词的误解 和跟涉体股的霸血思维 美国战略学界 一度就这些 美国人不用 美国人不谈相互尊重的问题 因为美国人认为 我是老大 我个地球高端动物 我高端 高素质这个国家 我干嘛要跟你相互尊重 你尊重我是必须的 我尊重你 你门也没有 所以美国人当时 战略学界 对于相互尊重这个东西 素质高 个不用 这种做法实质性的影响了 影响中美战略互信 美国希望平等 希望相互尊重 等到了特朗普时期 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国务卿 蒂勒森在不同的场合 这个什么 这个蓬佩奥 在不同的场合 表示 中美 要相互尊重 但是在美国优先的理念之下 美国的这些话就秘书 他根本就没有把这种东西 作为一种战略上的指引 而是作为一种战术工具来使用 我想骂你就骂你 想收拾你就收拾你 想打压你就打压你 但是我尊重你 你这叫什么 这不叫耍流氓吗 拜登执政之后 拜登总统本人 和国务卿布林肯 都使用过这个表述 说过相互尊重 尽管是非常有限的 偶尔作为面子化来使用的 但是美方想借此来 寻求战略稳定 拓展双方合作空间 还有这点意思 因为拜登努力想和 特朗普区分开来 但是从拜登上台之后的 一段时间举措来看 在对中国的关系的问题上 基本差不多 就是特朗普怎么干 他就怎么干 而且话要说的更狠 要不然的话 他对里面攻击过来 拜登老爷子受不了 所以现在中方的报告 就研究认为 相互尊重 这已经成为中美双方的 一个重要的共识 现在所需要的是 进一步从内涵和路径上 来加以明确和引导 跟大家说 这个内部报告 和我们网上 大家经常读到爽文 最大的区别 爽文 它满足了你的阅读的 视觉上的快感 经常让你心里 产生舒适的感觉 而内部报告 你就觉得它很啰嗦 咬文嚼字 可是这些理性的思考 对中美关系 你了解它的底牌和内幕 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相互尊重这事 你从内涵上来看 中国是真的尊重 美国的社会制度 中国什么时候说 一定要颠覆美国的制度 美国的制度 美国的利益 我们从来不干涉 我们从来不干涉 美国的内政 从来不干涉 美国的生活方式 更无意挑战 美国的国际地位 包括地区存在 更谈不上取代 美国的霸权地位 这中国是真心实意的 但是相应的 美国应该尊重中国人民 对自己政治制度的选择吧 你应该尊重中国 对自己社会制度的选择吧 你应该尊重中国 对自己发展道路的选择吧 但是美国不是 它就是处心机率 就是要改变中国 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 前几天 大家知道 沙利文 就美国总统的 这个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 跟这个美国CNN 有一个谈话 我看好多人在解读 我也做了两期节目 沙利文说了 过去历届政府有个错误 就是要试图改变中国的 这个体制 拜登政府不是这个选项 我们是要寻求共存 如果美国政府 真的是这么想 真的这么做的话 那中美关系将发生个质的变化 对吧 但是紧接着 昨天 布林肯 美国国务卿 又在那儿讲了 说台湾的问题上 如果有一方改变 改变的话 那中美国将拉着盟友 一块跟中国 动刀动枪过不去 你看看 所以美国呀 它这个国家 它是正出多门 它不同的表态 相当于 我跟戈壁晚安的讨论这个问题 老太太认为 这相当于电信传销啊 几个人 一个小组就为了骗一个人 扮演不同的角色 唱黑红脸唱白脸的 然后假装好心的 等等 扮演不同 那服从于一个目的 就是要诈骗你 美国就这样 你这不是耍流氓 耍混蛋吗 美国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 中国总是跟美国人说 美国应当尊重 14亿中国人民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尊重中国的发展进步的权利 说归说 美国人能做到 就不是今天的美国了 那个 这个 舍曼到天津 见我们这个副部长 谢峰的时候 谈了三个多小时 回去之后呢 死要面子 就说 我是个麻义坛的 你对等啊 你副国庆啊 你国务院就相当外交部嘛 对吧 你来了之后 你跟谢峰谈 谢峰封管美国事务 封管美美美美 北美事务 你当然是跟他谈啊 好 他一直新闻都报的是 见王毅 是 王毅后来见了他 但王毅讲了几条底线 包括你不得改善 中国的根本制度 不得损害我们的发展利益 不得损害我们的主权 和领土完整 这三条底线 你要我跟你谈 这就是我跟你谈的 这就是底线 但是美国人 从现在的情况看 沙利文表态说 不准备寻求改变 中国的根本制度 这句话就是他说的一句话 他说的话要算数 那就跟这个喝酒的 有酒饮的爷们半夜回家 说媳妇媳妇 我们明天绝对不喝了 我要再喝你打我 你打死他也喝 改不了的 成瘾性依赖 应当到北京安定医院 去戒除酒饮 这酒精依赖综合症是一种精神病 美国患病已经很久了 内部报告研究认为 从举措来看 美国怎么才能让他 懂得尊重中国呢 中国内部研究报告 提的建议是说 从举措来看 一方面美方应该换位思考 美方应当理解 中国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发展格局十四五规划 和2035远景目标 中国的这个目标 你得理解 你换位思考 你们要是民族这样 你也得发展 对不对 应该停止意识形态攻击 避免知道冷战氛围 另外一方面 美国应该停止 所谓的民主啊 人权啊 宗教为借口 对涉港涉疆涉藏 肆意干涉 在这些方面 中国方面没有退让余地 而美国的挑衅 赤裸裸干涉中国内政 损害中国核心力 那只会引发中方的强烈不满 和坚决反对 你都帮美国人想到了 说你掉个地儿想 你换位思考 美国人能这么想吗 美国人换位思考 美国人他高端动物 他这么想 这不是美国了 所以呢 这个报告也很有意思 难为我们中方的这些智库里边的研究员 都是我们的中国方面的第一流的这个美国问题专家 中国和美国应该是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应该是和平共处的 对不对 这是中国方面那部报告提出的中美之间处理好问题 十二字方针相互尊重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对不对 那相互尊重的事我们分析了 现在从平等互利讲的是平等 为什么要平等 联合国宪章确定国家和国家之间基本原则 就是平等啊 国所有国家 不分大小 不分强弱 不分贫富 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 都有平等的义务参与国际事务 这是权利 没有主从之分 没有营垒之别 没有门户之鉴 各国的事务应当由各国人民 自己来管啊 凭什么要你管啊 你管着吗 世界上的事情应该由各国政府 各国人民商量着来 但是你知道吗 鸦片战争以来 中华民族对平等这件事 我们比一般的国家 我们更加强烈 因为我们被人欺负那么多年嘛 我们过去过得最好 最有尊严 我们GDP占世界30%多 我们的丝绸 我们的瓷器 那欧洲 没东西给我们 只能拿白衣来换 所以我们是顺差呀 因为他没有东西卖给我们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才所谓议会通过决议 打中国 发动鸦片战争 向我们倾销鸦片 那不就是强盗对待文明吗 正因为强盗对待文明 我们被人家打败了 所以中国人又有深深的耻辱感 正因为有耻辱感 所以我们对平等 滋滋以求 不是要我们欺负你们 而是要你们不欺负我们 毛主席发出的感叹是 老师为什么打学生 新中国成立之后 平等互利 一直作为和平共诸武校原则之一 中国 历代中国领导人都坚守这一条 今天中国也讲平式外交 什么叫平式外交 平式外交 很多人以为居高临下 不是的 平式外交 就就是平等嘛 寻求一种更加平等的对外姿态 有人骂我们中国外交官战狼 不是外交官战狼 是你们打上门来 我们平式外交 所以呢 我们要把你们东西反驳和训 因为我们赵立坚的话说 就是你一千变之道谣言 我们就要那一万遍 给你呢 这个 讲事实真相 那中国 中国也是从这个角度出发 反对 从实力地位出发 对外脅迫外交 我们的这个 这个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 杨洁篪 杨洁篪作为外交界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他直接跟美国人说 美国人你不能说 从实力地位出发 中国人 中国人打交道 你没有资格这么讲 2015年 你就没资格这么讲 所有的话都贯穿一个意思 就是我们要平等 我们要平等以待之 平等 就意味着对等 外交 当然也讲对等的原则 隔壁王 那常说偷桃报李 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仗 良好嘎一好 中国以对等的姿态 来处理中美关系 中国一直是这样的 中国从来就 没有在这个事情上 有过任何动摇 有过任何改变 历节政府都一样 这个内部报告里面讲 说既然互利 平等互利 是中美利益关系 攸关的一个客观事实 那也是中美关系 今年50年吧 中美建交50年 两国关系当中的 基本经验 两国关系发展 始终是以 共同利益为基础的 中国的公知 热衷于宣传 美国人帮了中国 美国人救了中国 美国人给了中国机会 美国人给了中国条件 中国如果当时 不是跟基金歌谈 你能从越南战场 体面撤军吗 中国如果不是 和美国人之间 有这样的战略合作 美国当时 包括整个北约组织 你在欧洲战场 被苏联逼成什么样 你在那能够 重新集结力量 然后找回一种优势吗 从来都是相互的 不存在美国 恩赐于中国的问题 中美两国发展 它是一种相互促及 水涨船高 互利共赢 是啊 你卖飞机给我们了 对吧 卖波音飞机给我们了 我给你八条 八一条裤子 你知道吗 每个美国人 分两条多的裤子 对不对 是吧 差不多三条吧 那些互利共赢 你冷战时期的时候 中美共同应对苏联威胁 那时候我们叫苏联 叫苏联社会 社会帝国主义 那也是霸权主义 冷战结束 中美经贸合作 中国的市场向 美国敞开 美国资本家 在中国赚了多少钱 直到今天 这帮天天说撤走的 华尔街都不撤走 跨国公司 谁撤了 你赚钱了吗 这是互利的 那自从加入WTO以来 更是一样 经济上 中国快速增长了 但是美国 不仅因为投资中国而获利 也依靠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 保持了繁荣 你现在美国贫富差距那么大 下层老百姓之所以 现在还能够维持 就是因为中国的东西 物美价廉 中国的制造 保持了美国的繁荣 和社会稳定 还有 911 美国挨炸了 对吧 那死了2000多人 小3000人 恐怖袭击之后 中国那时候选择是什么 选择同美国和国际社会 一道进行反恐合作 是不是 那时候美国 据说那时候在美国街上 那汽车爆胎 砰一响 那好 公共汽车上 啪 所有人都趴下 美国那胖子才叫胖子 体重300多斤 啪 当时就趴下 在中国如果崩一响 所有人都说爆胎了 当时在美国因为那恐怖氛围 反恐反恐 越反越恐 中国是跟美国反恐合作的 美国逐步摆脱了那个危机 中国是真心是一个美国合作的 包括 尤其是08年金融危机 中国那时候 中国一个汗珠子摔巴巴 我们挣点钱 多难呢 我们那时候砸下去 4万亿啊 我们买美国的国债啊 我们的领导人 伸出一个指头来 救美国就是救中国啊 中国选择和美国一道 推动全球经济治理 美国最终规避了 重大经济衰退 对吧 这都是我 都是我们眼前经历的事啊 刚刚经历过的事 咱们都不忘吧 但是美国 美国你后来疫情那么严重 你911一共死了2900多人 你后来 疫情严重 美国一天一个911 一天一个半911 新冠病毒 因为美国你不作为 美国你胡来啊 美国两个老头在那斗恶没完 然后没有人针对了外星 负责任 所以你死了多少人 死了75万多人了 感染了4000多万人了 嗯 你再回顾一下 当奥巴马推动国际气候治理的时候 中国也是 中国那时候 我们多大困难 克服自身发展困难 积极参与 最后才使得巴黎协定 巴黎气候变化协定 顺利推动 大家还记得吗 我们一个科学家 后来当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领导人了 有一个女记者 还是央视女记者 那央视女记者完全站到公知立场 站到美国人立场 质问我们这位这个环保官员 我们的环保官员回答问题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那段视频你看一看 那个时候啊 在意识形态斗争当中 我们国内的这些公知们 他们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但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 我们对美国 我们依然是秉持互利啊 我们珍惜是一帮美国 疫情也一样 中美你本来应该再次全球携手 面对非传统安全的挑战 但是特朗普嘛 特朗普就这么牛啊 大国竞争 美国吃亏了 所以在疫情到来都是新冠病 新冠病毒哪管你 是美国还是中国 新冠病毒不知道你是什么国界在哪啊 你第一 是吧 你川普没有比我更懂 你是懂王 新冠病毒不管这个 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新冠病毒 但是新冠病毒就对那些麻痹大一的 狂妄自负的 所以这次没有合作吧 是美国不合作 中国一遍一遍试橄榄症 美国人不合作 不合作导致美国死这么多人 感染这么多人 直到今天感染七万人 美国人已经欢呼雀愿了 一天感染七万人 中国增加两个 那好了 北京增加两例 新冠病毒阳性 那好 从上至下紧张起来 美国人 这是你们自己找的吧 因为你不合作 所以支持中美关系直线下降 特别是特朗普 那全球治理 进程当中 退群大幅倒退 从反面印证了 印证了中美两国互无力合作的重要性 好了 各位 关于我看到的一个内部报告 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些理性的谈谈 讨论 今天就说到这儿 下期我接着跟你说 再见